官员明朝的文官进阶文室同出如邪之缘,一旦为皇权所用,又有了中间分流明史,中的六大先臣之一严嵩呈现出历史对坏人的刚性需求严嵩本是一个寒门抬进最终身败名略,少不了他的归儿子们严嵩1480-1567,自为中号免安,届虚等江西分野人,跟女严世是一个官幻望族严嵩,有先祖出是两宋明初一有严孟恒,官至四川不正史,半自严嵩曾祖起家道中诺, 为眉不一致严嵩降生时,家境寒威经常要靠爱祖接气严嵩自幼偷惠给三代无有功名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严嵩才同时,父亲严怀将其抱在怀里,交其十字接着,日寿之书,严嵩阅读今时过目不忘,令其父心愤不已,为家辞子他不足继也,献血苦读八年严嵩如愿成为秀菜取得参加乡市的资格,人家终于摆脱了庶民身份严嵩首季这一年,严嵩年近16岁红至八年1495,严嵩走到了幸运 严嵩的路口16岁的他愁褚满志即将改复省城参加乡市,但是命运拽回了早贵的严嵩相识前夕,严嵩父亲袁怀突然亡故,按照理智严嵩必须在家守孝,不能复考三年之后,严嵩终于一举成名,并填补了分一线连续七颗共21年,无人中举的空白严嵩返乡至日县令,已久相迎全程轰动,从至18年1505,26岁的严嵩高中二甲第二名,并被选为数集市进入汉林院处财管阁� 严嵩一片光明正德十三年1518严嵩,以可丰富史的身份前往桂林,传至朱金福习近江王,本来这趟公差市装美市是代表朝廷去做好事,还能与宗室拍赏,关系皆大欢喜,但是严嵩在公差图中遇上了很大的麻烦,正德十四年六月严嵩反坚图,中行者江西临江恰逢明王朱陈豪举兵叛乱人松明王守人密约与元州之府徐脸一起,参与平叛由于赞助有力,曾受到王守人的褒奖明王谋反噬,正德朝的重 大政治监视暴露,的是帝王的荒郑宇宗,是得不轨这时的严嵩付出,已有两年对朝政,应该有更深的认识,但价历时局还是困难的也很难避免政治漩涡凭借关,场上的偶然与必然严嵩,终于一步做到了在向内阁首府,一人之下的位子上严嵩,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徐杰补济海瑞,曾骂徐杰为朝廷的干讨国老,其实徐杰是传说中的夺命红花,以其官场计谋徐杰是让对手表无解药,绝杀无 说严嵩不予自己为敌,但他也舍不得高老还乡,依旧站着首府,位子这个位子不倒腾出来,徐杰自然就没有机会,即便首府的位子空出来了,谁做善去仍留位之因为真,正的决定者只能是适风徐杰,不会做无畏的付出,他必须耐心等待时机,严嵩谈不上有多好,但也谈不上有多坏,这个人的官的秘诀是小心精神,柔美许荣明是宗威福字,曹严嵩如临身吕伯伯正上见是无多的严嵩只刻意奉承皇上如今日见垂老这一点也 难以做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徐杰,掌握了决斗的主动严嵩的导师是从家庭变故开始,在家境40年1561,五月严嵩的夫人欧阳世过世,按照理志言事番必须定约三年,回乡料理母亲的后世严嵩,年时已高,无论是公务处理,还是取悦失踪的亲词都必须依赖儿子的帮助一旦儿子离开京城后果是可想而知严嵩,知道这事的后果,但这事没有难倒严嵩,他以自己需要照料为由,恳请失踪留下严嵩, 只让孙子回乡处理夫人的后世严嵩的意图是明显,得如果仅仅是自己需要照料留儿子与留下孙子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非留下儿子庆宪的事失踪,同意了严嵩的要求员,风之子严嵩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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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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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语公文 撰写新词 严松只好定着 头皮亲自动手 八十多岁的严松 老眼昏花 脑筋也转得慢办公 效率与办事效果 大不如从前失踪 越来越感到不满 严松在失踪心目中的 分量开始值 天下降不务正业的严氏 翻牌到处惹是生非 为正敌提供口时 严氏翻显而易见的问题 就是捞钱手段不好 使时便打出老爹的旗号 官员找老爹 会报工作的他要问安理 找老爹 要关的他要讲缺理 被老爹安排到肥拆上的他 提醒人家别忘了谢理 严氏翻为此受到弹劾严松 提出免去严氏翻的职务 以免惹下祸 但失踪对官员贪腐之类的问题 并不计较 没有同意严松的要求 严松的处境日渐困难 除了这个亲儿子干儿子 他们也都不争气 有严松这棵大树 他们都没有低调的习惯 在严松当政的这些年里 这些人既是严松的帮手 也是严松倒台的推手 惹事生非只是一个方面 当这些人翅膀硬起来 在时候自立门户的冲动 最为典型抵挡 恕赵文华 赵文华在严松的提携 下一路升迁 成为了公布尚书 这个时候他决定自己搭 上逝松这根线 但手段却比正迪还逮赵文华 像逝松近线百花歇酒 为了让逝松深信 不与鬼言这种配方 只有自己严松和逝松知道 严松正是靠这个歇酒 才能如此长寿 这真是一件双标题 拉近自己与逝松的距离 又让逝松怀疑严松 对自己的忠诚这么好的东西 严松居然从未告诉自己 坑爹没有人比赵文华 更狠的了赵文华的行为 是极其危险的先酒 导致了严松对他失去信任内部生息 给对手提供了机会赵文华 成为严松势力最先导 吓得一个对手弹劾 赵文华贪污赵文华 被吓死赵文华的手脚 不可能干净 但显然也被人陷害了 被赵文华追方的事 进行了十几年照的财产不够 便由他的子孙 以冲进来带赔这笔钱 一直赔 到了万历十一年还只赔 那一半有人实在看不下去 说干脆算了 拔然而名神宗 谨记爷爷的教会 一定要他的子孙接着赔 要么赔光 要么死光全力 对徐杰来说 既是毒药更是春药 一心充顶的徐杰 无时无刻不 愿记着严松要扳倒严松常规战法 是指使亲信联手弹则 这一招徐杰曾经试过根本不 人家境37年1558徐杰的门生秦柯 给世忠无时来等三人 同日上书谈和严松 结果明世忠一隐探川 严松这么老徐杰 居然等不及想要抢单夺权制性子 的致志士忠下旨 将徐杰的三个亲信 代补助遇发往燕障 为所充军案子定性未相为主使 属乌王大臣 古代女人给了严松父子制一击 可是徐杰的亲信 邹应龙邹应龙选择的打击目标 是非常讲究策略的 重点不是严松 而是严氏藩及其子与家奴收受贿赂 居丧因乱严氏藩 确实是劣地斑斑 不难找到铁证 而最能打动适踪的是严松 只党必嫌密爱恶子 严家父子上下勾结 这是适踪最不能容忍的 家境41年1562 5月19日严松 套勒令致是严氏藩及其子与家人 冲军实际上严氏藩冲冲军的处罚 都没有执行在朝廷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中 严氏反好随 那老家隐居对明世东来说他反感的只是 全程操控朝政这等小事不值一提 但严松却就此倒台 徐杰如愿成为首辅严松 顺藤摸瓜 遇到了徐杰这个幕后黑手 严松的同党 烟造星等迅速出手 让蓝道亨供出徐杰 但是蓝道行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傻瓜 徐杰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只要保住了徐杰 自己就有希望但是可怜的蓝道亨 一直到死 都没有等到徐杰的元首严松 没有颁导徐杰徐杰也吓得不轻尤其是您 适松与他谈话之后 严松父子获罪 后名适松向徐杰谈了自己的两点想法 第一准备退休集中经历 专门研究成先的事情 第二年却表态 严松已经退休 这个案子今后谁也不准再提 否则格杀无论自己专心悬 休还真需要严松这样的人 第一个问题 徐杰没有中套 且迅速做出了正确反应 坚决反对适松退位 徐杰是个高智商的人 他的正确反应 让适松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力 一个问题解决了 自然就不存在第二个问题 但适松的想法 无疑又是提醒了徐杰 对严松只能至此为止 说不准日后还有变数 古代女人明家境41年 6月严松满怀悲伤地踏上了回乡之路 内阁里的徐杰一副与世无争 这模样 实际上徐杰在做的是补 深不想的减去严松的语义 加境41年9月公布 左市郎刘伯月等数十人被清除 11月严松 最重要的门生并不上书下欲 对这一切严松 已是无能为力 但适松 对严松也并不太反感 几次赐给他淫币 听闭严松在老家 开始修建房子安度晚年 这是唯一能做的是了严松 与严世凡在老家 的一举一段都处在徐杰的监视之中 严世凡 毕竟是从书所偷偷逃回的 找人建房的事 也被整理成据众四千人 某反举办到了适松 这里这时 严松直孙颜少廷 还在锦衣卫任指挥文讯后 立即派人感 在圣旨下达之前 到家报警严世凡的爆散逃回 术所却早在徐杰的监视之中 明朝大国 一家境四十三年11月 严世凡 被解网京城严松上书 祈求失踪开恩放儿子一马失踪 没有理会这件事解灵还需弃灵 任严松在低头 去求徐杰送去重金徐杰前兆收人 还是要杀的徐杰的道理很简单 不收钱严松 毕然怀疑是自己主使 是出于个人恩怨这位甘草国佬 他要人临死还尝到他的甜味 二进攻 得严世凡并不怎么惊慌 三百思会沈十一枚动刑 二枚逼供严世凡 主动承认自己是奸党 招任当年害死了杨继胜 沈剑行不上书黄光仙 都遇使张永明和大理次青张手指 觉得在水也没意思 了就这一条定严世凡死刑 已经足够了徐杰一眼 看出了破绽 杀杨继胜 沈剑是皇上定的严家 这是托皇帝下水失踪 要是看到这个结果 毕然勃然大怒 严世凡不不久就会嫌疑翻身 你们就等着掉帽子 拔面面相取 得三把四大老下出一身冷汗 等蒙办徐杰 说严世凡办的实际上是三条大罪 勾结沃寇 举重谋法 图谋不轨 勾结沃寇说 的是著名的辉州智末商人罗龙文 由于得到失踪赏识 被任为中书社人 罗龙文 云后首领王直 是同乡湖宗县 曾利用其招赶王直 人封当权是罗龙文成为严世凡的木兵 罗龙文与严世凡 一道背叛冲军 又一同逃离书所 徐杰认为罗龙文逃亡的这段时间 是在与倭寇联络 至一句重谋法 说 这则是严家请人建房子的事 图谋不轨 据说是严家争夺 有王七的土地 严家的生活用品上有龙的图案 这无疑是谋女之心 为什么列这三条罪名 那因为皇上最痛恨的就是败傻 与痛恶失踪 对严世凡 是痛恨的对严松是了解的 而对严松之罪徐皆知自不提示 14年2月严世凡被杀严松及诸孙萧及 为明超墨家产严松一生的吸血 就这样被鬼儿子们彻底赞颂 古代美女 就已经按下来 明镜留联邻 愿者 请不吝点3 请不吝点3 战赞 收支 感谢观看